还随意聊聊的朋友们 我是Linda 谢谢你们支持 我会继续做好影片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发问我 我会尽快回答 巨蟹座男生的性格特质 巨蟹座男生通常被形容为体贴 温柔 敏感 情感丰富 谨慎 保守 慷慨和具有母性本能 以下是巨蟹座男生的一些性格特质 情感丰富 巨蟹座男生通常很敏感且情感丰富 他们对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很关心 他们经常会注意到他人的情绪变化 并且会试图帮助他们 慷慨大方 巨蟹座男生通常很慷慨 他们乐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并且会尽力让他们感到舒适和满意 谨慎小心 巨蟹座男生通常很谨慎 他们喜欢计划和组织 并且会在做任何决定之前 仔细考虑所有可能的结果 保守传统 巨蟹座男生通常是传统主义者 他们往往会遵循传统的价值观和习俗 并且会尊重家庭和社会的传统 母性本能 巨蟹座男生通常具有母性本能 他们很喜欢照顾和保护他们所爱的人 他们也很喜欢照顾自己的家庭和社区 并且会尽力确保家庭的稳定和安全 容易受伤 巨蟹座男生通常很敏感 容易受到批评和否定的影响 他们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可和支持 以确保他们的自尊心不受损 总之 巨蟹座男生是一群充满爱和关怀的人 他们会尽力照顾和保护他们所爱的人 并且将家庭放在第一位 他们的情感丰富和敏感性质 使得他们容易受到伤害 但同时也让他们能够感受到 和理解他人的情感和需要 巨蟹座男生的感情特质 巨蟹座男生在感情上通常非常投入 且充满细腻的情感 以下是巨蟹座男生的一些感情特质 爱加爱情 对巨蟹座男生来说 家庭和爱情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们非常在意和珍惜 与家人和爱人之间的关系 并会尽力维持关系的稳定和和谐 忠诚且保守 巨蟹座男生通常很忠诚 他们会将自己的感情投入到爱情中 并尽力维护这份感情 他们对爱情有着很高的期望 并且通常会遵循传统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关心细腻 巨蟹座男生很关心爱人的感受和需要 并会尽力让他们感到被爱和被照顾 他们会细心照顾爱人 关注他们的生活和健康状况 并在任何时候都会支持和鼓励他们 善于妥协 巨蟹座男生通常很善于妥协和沟通 他们会在爱情中保持开放的心态 并且愿意尝试新的事物和经验 他们也会尊重爱人的意见和决定 并且会在关键时刻提供支持和帮助 情感丰富 巨蟹座男生通常很情感丰富 他们会在爱情中表现出来 他们会非常投入并展现出 他们对爱人的感情和关心 但同时也会受到情绪和情感的波动影响 巨蟹座男生的工作特质 巨蟹座男生在工作中通常非常负责任且勤奋 以下是他们的一些工作特质 谨慎且稳健 巨蟹座男生通常是谨慎而稳健的人 在工作中也是如此 他们会对自己的工作任务进行详细的计划和准备 确保每一步都是稳妥可靠的 有同理心 巨蟹座男生通常很有同理心 他们会倾听同事和客户的需求和问题 并会尽力提供帮助和解决方案 他们也很懂得和同事建立养好的关系 并且乐于协助他人 优秀的团队合作能力 巨蟹座男生非常重视团队合作 他们会与同事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并且会尽力为团队做出贡献 他们很懂得如何在团队中发挥自己的优势 并协调其他成员以达成共同的目标 勤勉且负责任 巨蟹座男生通常非常勤奋 他们会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 并且保持高度的工作效率 他们也很负责任会承担自己的工作事务 并且尽力修正错误 细心而有创意 巨蟹座男生通常非常细心 他们会注意细节 并且对自己的工作结果非常谨慎 同时 他们也很有创意 在工作中会想出独特的解决方案 并且能够带来创新核心的想法 如何追求巨蟹座男生 巨蟹座男生通常比较内向和保守 对于感情也比较慢热 如果你想要追求一个巨蟹座男生 以下是一些可以参考的方法 建立友谊 巨蟹座男生非常重视友情 如果你想要追求他们 建议先从建立友谊开始 了解他们的兴趣和喜好 与他们建立身后的友谊关系 逐渐地让他们对你产生兴趣和好感 表现出你的同理心 巨蟹座男生非常喜欢有同理心和关心他们的人 如果你能表现出对他们的关心和关注 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关心和理解 将有助于他们对你产生好感 建立亲密关系 巨蟹座男生比较注重感情上的亲密关系 因此 如果你想要追求他们 建议建立深入的亲密关系 包括分享彼此的生活 情感和想法等 展现你的家庭观念 巨蟹座男生非常重视家庭观念 如果你能展现出对家庭的重视和爱护 将有助于他们对你产生好感 并且加深你们之间的联系 给予信任和安全感 巨蟹座男生非常需要感受到 对方的信任和安全感 如果你能展现出你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他们将对你产生更多的信任和依赖 从而进一步加深你们之间的关系 总之 追求巨蟹座男生需要耐心和理解 建议从建立友谊和关心他们开始 逐渐建立身后的感情联系 同时 展现出你对家庭和信任的重视 能够更容易地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好感 代表巨蟹座的塔罗牌 七战车的chariot 代表巨蟹座的塔罗牌是战车的chariot 塔罗牌中的战车的chariot 代表着行动力和胜利的象征 这恰好与巨蟹座的特质相符合 在塔罗牌中 战车是一辆有力量的车辆 车轮代表着行动力 马匹则代表着巨蟹座的情感力量 战车牌也代表着巨蟹座的领导能力和毅力 巨蟹座的人非常有毅力 能够克服挑战和困难 同时也有能力统领局势和带领团队达成目标 战车牌提醒巨蟹座的人 要专注于自己的目标 并懂得如何调动自己和团队的力量来实现目标 此外 战车牌也代表着自信和胜利的象征 巨蟹座的人通常在内心深处拥有自信心 但也容易因为过度敏感而被他人的评价影响 因此 战车牌也提醒巨蟹座的人要坚定自信 并相信自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总之 战车牌是一张非常符合巨蟹座特制的塔罗牌 代表着行动力 胜利 领导力和自信 巨蟹座的人应该学习如何调动自己和团队的力量 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并坚定自信 才能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稳健 代表巨蟹座男生的幸运时 巨蟹座男生的幸运时是越常识 因为它代表着巨蟹座男生的情感 直觉和保护特质 越常识的外观呈现浅蓝色调 如同月亮的光芒 散发着柔和的能量 能够平衡巨蟹座男生情绪上的波动和不安 越常识也是一种灵性石头 可以加强巨蟹座男生的直觉和感知能力 巨蟹座的人很重视自己的感觉和直觉 而越常识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感 和感受到别人的情感 此外 越常识也代表着保护和安全的能量 巨蟹座男生通常很重视家庭和朋友 他们也很有保护欲 希望能够让自己爱的人们都安全幸福 越常识能够为巨蟹座男生带来安全感和保护力量 让他们在生活中更加坚定和自信 总之 越常识是一种非常适合巨蟹座男生的幸运石 它代表着情感 直觉和保护特质 越常识能够平衡情绪波动 加强直觉感知 并带来安全感和保护力量 巨蟹座男生可以佩戴越常识 或将其放在家中或办公室中 以获得更好的幸运和能量 适合巨蟹座男生的近有 巨蟹座男生通常喜欢温和 柔和的事物 对于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充满关怀和保护 因此 对于巨蟹座男生而言 适合使用一些柔和舒缓的金油 来平衡自己的情绪和缓解压力 以下是几种适合巨蟹座男生使用的金油 薰衣草金油 薰衣草金油是一种柔和而温和的金油 能够帮助巨蟹座男生缓解情绪 减轻焦虑和压力 薰衣草金油也能帮助巨蟹座男生入睡 提高睡眠质量 柔柔金油 柔柔金油是一种提神醒脑的金油 能够帮助巨蟹座男生提高注意力和专注力 减轻疲劳感 此外 柔柔金油也能帮助巨蟹座男生缓解情绪 减少压力和焦虑感 茉莉花金油 茉莉花金油是一种温和而柔和的金油 能够帮助巨蟹座男生放松身心 缓解情绪 减轻压力 茉莉花金油也能够提高巨蟹座男生的自信心 和自尊心 增强自我价值感 甜橙金油 甜橙金油是一种充满活力和活力的金油 能够帮助巨蟹座男生提高情绪 增强自信心 减少情绪波动 此外 甜橙金油也能帮助巨蟹座男生放松身心 减轻压力和紧张感 薰衣草金油 薰衣草金油 盐蓝草甜橙扩香金油 盐蓝草甜橙扩香金油 茉莉金油 茉莉花金油 适合送给巨蟹座男生的礼物 巨蟹座男生通常喜欢感性 细腻的事物 他们注重家庭和情感 对于身边的人都充满关怀和照顾 因此 送给巨蟹座男生的礼物 最好是具有感性 温馨和家居风格的物品 以下是几种适合送给巨蟹座男生的礼物 家居装饰品 巨蟹座男生对家庭的重视程度很高 因此一些简单的家居装饰品 例如摆设 壁挂 灯饰等 都是不错的选择 特别是一些带有情感和故事性的装饰品 例如相框 画作 手工艺品等 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美食礼盒 巨蟹座男生喜欢烹饪和品尝美食 因此一个精心设计的美食礼盒 会让他们感到特别受宠爱 可以选择一些高品质的食材和美食 例如手工巧克力 咖啡 红酒 精致小吃等 让他们可以在家中享受美食 舒适的家居服 巨蟹座男生喜欢感性和舒适的物品 一套舒适的家居服不仅可以让他们在家中轻松自在 还能让他们感到被关怀和照顾 可以选择一些柔软舒适的布料 例如棉质或绒毛 颜色上可以以柔和温暖的色调为主 精美的笔记本合笔 巨蟹座男生喜欢记录和回忆 因此一本精美的笔记本和一支高品质的笔都是不错的选择 可以选择一些具有质感和设计感的笔记本合笔 例如皮革笔记本和手工钢笔 让他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记录自己的感受和思绪 网络资讯 林达